望尘而喜 习无能喜 习念而望 望无所望 现在讲到空性的思想 望尘而喜 放下外在的五一六成 那么这样就可以习这个念头 习就是习念了 停止这个念头 习无能喜 其实能习的这个念 能习的这个念 其实是性空 习无能喜 也没有所谓只习这个念头 因为这种念头本身就是妄想 妄想本来就是无根 然后我们私下定定这个标准 我们定立了标准以后 跟我们看法不懂的 就是列为排斥 攻击 要不然就敌对 众生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标准 然后不同标准就变成敌人 活得很痛苦 这个世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的 圣人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的 他怎么是哪个叫做绝对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是这个忘成而习念 习无能习之念 其实我们说停止这个分别心 其实这个分别心这根本就是虚妄的东西 哪里需要你止习呢 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多余的 所以人生的痛苦其实都是多余的 弄不清楚状况嘛 习念而忘 忘无所忘 我们习这个念头 停止这个念头而忘就忘成 停止这个念头而放下外在的六成 忘无所忘 这所忘的六成也是性空 无所忘之成 如果你能够把它加几个字 就更清楚了 我叫你加几个字 从第一个 忘成而习 习的底下加一个念头 这念 习念 念 忘成而习念 习无能习之念 加自念 那这样更清楚了 底下 习念而忘成 底下这个加一个成 五亿六成的成 忘 无所忘之成 那就整句的意思就就很清楚的就跑出来了 所以忘成而习 放下外在的六成 你就自然习念 其实我们停止这个念头 这根本就是多余的分别性 不需要你去放下 因为本来能习的念就是性空 再来 习念而忘成 忘无所忘之成 所忘之成 他也是性空 所以习无能习 能习之念 性空 忘无所忘 所忘之成 也是性空 也是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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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我们内在里面都很清楚的 都很清楚的 像这个赫博台湖一来啊 说这个这个 西半部的这个沿海地区啊 这一天晚上死了一百三十八万只鸡 鸭一百三十八万 一戏之间一个晚上而已 所有的财产就全部泡光光的 在佛法来讲就没有一样是我们的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烂肯烂罚烂战 所以啊 不以天地和谐啊 天地会惩罚你的 我们的人的心也是这样 我现在动一个念头 时常去想要去伤害别人 我告诉你 到最后的死的都是自己 我们今天一直破坏天地万物 烂肯烂法烂葬 今天惩罚的是我们自己 佛法跟世间法是没什么两样的 我们今天呢 兄弟很小 拼命的去攻击 去伤害 去说人家坏话 乃至于说是 去制人意识地 你试试看 有一天你就会自食恶果 如果我们的凶量放大像虚空一样 能原谅的众生 就是尽量宽恕 我能够有一碗饭吃 而不以众生争 争以道相为 争得到最后的争的人都是输 争赢的人也是输 为什么 那里面烦恼啊 烦恼啊 所以啊 能习的念头其实本身是空 所旺的境界其实也是空 不到了这一点啊 你 活着我们活着这个天地万物啊 再大的境界都可以放得下 都可以放得下 真的 真的 我可以放下 对我 我就可以放下 我可以放下